我要学游泳 明热的夏天,叫叫一大早就出门了 他和小毛球约好了在河边见面 叫叫来到河边,看见小鸭子们在河里玩水球,有趣极了 叫叫大声喊道,小鸭子,我和你们一起玩好不好 一只小鸭子回头说,你会游泳吗 叫叫摇头说,不会 哈哈哈哈,鸭子们都大笑起来 没多久,小毛球来了 看到叫叫闷闷不乐的,就问 叫叫,你怎么了 我想学游泳 你要是能学会游泳,我就能学会在天上飞了 突然,草丛里钻出一只狐狸 他对叫叫说 游泳太简单了 我去年还拿了森林游泳大赛冠军呢 叫叫睁大眼睛说 哇,好厉害,你可以教我游泳吗 可以呀,我是游泳教练 而且只教小鸡哦 小毛球,扯了扯叫叫说 不要吃,我们回家吧 叫叫瞪着眼睛说 哼,孔力先生,我将你游泳,你嫉妒了吧 不是的叫叫,你看,你没有小鸭子的大脚板 你的羽毛一沾水就会湿大大的 你怎么可能学会游泳呢 讨厌,讨厌,我偏要学游泳 叫叫生气了 拉起狐狸往河里冲去 狐狸拉住叫叫说 等等,我们先来点准备动作吧 闪闪胳膊,转转头,弯弯腰再踢踢腿 然后狐狐独拖着叫叫的身体,往河中心游去 看着叫叫它们越游越远 小毛球着急了 糟了,糟了,我一定要救叫叫 它想了想,往河的另一边游去 狐狸一本正经地叫着叫叫 吸气,呼气,脚蹬起来 可叫叫觉得难受极了 它的羽毛都湿了,重重地压在身上 叫叫大声喊道 我不学了,我要回去 狐狸圆形毕露说 啊,你走了,我午餐吃什么 一边说,一边放开了手 叫叫使劲地扑腾,但是羽毛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叫叫渐渐地沉了下去 突然,叫叫感觉自己浮了起来 接着听到湖里的惨叫 哦,睁眼一看,啊,原来小毛球找来了鸭子能帮忙 大家一起打跑了坏蛋狐狸 两只小鸭子把叫叫送到岸边 小毛球急忙冲上来说 叫叫,你没事吧,我真怕你被狐狸吃了 叫叫大哭起来,紧紧抱住小毛球说 啊,啊,狐狸,狐狸是个大坏蛋 我没听你的话,还跟你吵起来 小毛球笑嘻嘻地说 我们是好朋友,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告别的小鸭子们 两个好朋友手牵着手回家了 好朋友,我会帮助你